马侧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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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王妃在酋场受伤了 特意来送药的 奴仙进去通传一声 等等 怎么 一个区区的掌势 也敢来拦我的路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我还飞进去不可了 站住 马侧妃 你要干什么 不知殿下在此 请殿下恕罪 滚 出来吧 殿下 奴婢已将薪香放在王妃卧房 办得好 厨玉 神玉 拿着 你来 团圆 殿下 今日若不是你在场 卑职就算是以死谢罪 也洗不清冤屈 就连王妃 我知道 王妃种了崔清香的药性 你点了她的睡觉 需不需要请大夫 不必了 她及时打翻香炉 中毒不深 那马侧妃 无须多言 你回去吧 是 对不起 大人 大人 大人饶命了 这个婢女摊头金银 背叛主子 大人 殿下有令 当众张毙 是 是 不要 打 继续打 继续打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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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云 你的面色为何如此苍白 我 那个 这儿风大 主子身体弱 如征劝她早点回房休息 是 是吗 是 我还以为你是太过害怕 才会面色苍白 殿下之意 雪云不明白 雪云冰雪聪明 又怎会不明白 只是 人比别人多一巧 才会愁闷夺思 才会缠绵病塌 是 外面风大 早点回去休息 主子 陛夕 主子 她什么都知道了 她什么都知道了 杖毙了 是 今日一早 殿下被命人将那名婢女 当众杖毙 昨天你说是谁呀 在你屋里点了崔晴香 殿下也不问 直接就把人给杖毙了 事到如今 还用问吗 你呀 真是个傻丫头 到现在还想不明白吗 我问你啊 昨天是谁故意将你我二人引开 又是谁带着人来捉奸 马侧妃啊 王妃 殿下这样做 也算是对你一个交代 对马侧妃来说也是一个提醒 可罪回祸首不是还好好的吗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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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恕罪 奴都难恳求你不要再追查此事 来若 你在干什么 王妃 马相是百官首领 若是要处置马侧妃必定会以来报复 就算是为了苏妃和平 现在也不该去找她算账 所以 我要忍着了 请王妃宽恕 好吧 这次我可以忍 不再追究了 但是我希望她 就此罢首 会的 她必定心中恐惧不敢再犯 但愿如此吧 吾皇在上 那个那个 陛 陛下 陛下 这释迦牟尼佛诞辰庆典 对大魏上下都非常重要 你身为留宋公主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仪式 连这点词都背不下来 有没有好好背 我当然有了 可是 你给我这上面 不是凡文就是鲜卑语 我根本看不明白 我都尽力了 背不下来也要背 作为大魏的摄政王妃 留宋的和平使者 让你背这些东西 你都背不下来 不是让满朝文武笑话吗 背 继续背 直到你背下来为止 背不下来 一刻都不许懈怠 好烦啊 雪云 你怎么来了 殿下回府之后一只毛鱼正物 雪云担心你的身子 特意熬了药膳送过来 只是没想到 王妃也在这儿 碧玺 愣着干嘛 赶快收拾一下 是 我自己来 主子 怎么回事啊 这么不小心 雪云笨舍笨脚的 打扰到二位了 赵翔 你来监督摄政王妃 我送马侧妃回去 是 雪云 我们走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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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我都看不懂 之前都是来入一个一个念给我才行 我才能勉强记住几个字 那我从哪儿开始教呢 就从第二列第四个字开始吧 王妃 我开始了 诚心祈福 愿天庇佑 愿天庇佑 雪云 怎么了 殿下无心听琴 又何必勉强呢 最近忙着奉佛典礼 一时忽略了你 你不要多想 雪云只是有些担心 没什么好担心的 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 我还要做张药批 我先走了 殿下 你答应雪云的事 一直都记在心里吧 你怎么每天都要问一次 既然我答应过你 就一定会做到 好 那雪云相信你 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也深了 早点睡吧 主子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陛夕 他一直都在敷衍我 殿下只是忙于公务 一时顾不上来 他心里呀 还是关心你的呀 别忘了 殿下派人呀 送来那么多珍贵药品 都是为了帮助主子你呀 调理身子 刚刚陪着王妃 一见你有伤 不就立刻抽出事 你笑什么呀 我笑你可笑 变着法子来哄我 而我 比你更可笑 自欺欺人 一直都在自欺欺人 从陪我回来到现在 我弹了这么久的曲 他恐怕 连我弹的是哪首曲子都不知道 你说 这是哪门子的关系啊 你也知道 那我是不敢放啊 他 我看不清 你才会将来 这驾欺人 我说老百姓 我说他 你不要一样 能够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忙于政务 过于操劳了 要不 我宣太医 不必了 只是太过疲惫 不要惊动了功力 无需多隐 动作快点 是 殿下 太医来过了吗 来过了 说是殿下身体甚是虚弱 需要好好调养 所以留了方子 方子呢 给我瞧瞧 婉儿 还不快去 侧妃 这丫头 我瞧着倒是衍生啊 她本是太后娘娘宫中的丫鬟 因为乖巧听话 所以特意赏赐留下来的 我瞧着很是喜欢 先送到芳草阁去吧 这 殿下吩咐过 但分府里有的 只要我有所求 无一不可为 赵长使望了 是 婉儿 奴在 随马侧妃回去吧 好生伺候着 是 主子 让她来 侧妃 请用茶 你是从宫里出来的 果然花容月貌 好生断窈窕 看来娘娘啊 是要找人给我做伴儿呢 曹妃 奴师是蜂蜜行事 却无半年叛復之意啊 没有这样的意思 怎么会这么殷勤啊 不不不 婉儿没有 你殿受误会了 你是用哪只手碰的殿下 曹妃 我记得 是右手 对不对 那就用右手 去把水自清理干净 子妃 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啊 这只手 留着也没用 不不不不 是奴都错 是奴不好 奴主救他 人家都说 久病成医 我自小体弱多病 比常人多懂了三分药理 这药方啊 看起来不错 实际上 缺少了一味药引子 是 药引子 是啊 药引子 怎么饶命啊 怎么被住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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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那么固执 都病成这样还整天惦记着政务 权力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 王妃 殿下她正在休息 王妃 您轻点 参见侧妃 参见侧妃王妃 不用夺礼 参见侧妃王妃 殿下 你不要朝她 她在休息呢 殿下 该服药了殿下 是 我是怕你病死了 才特意过来看看 怎么有股怪怪的被捣 殿下放心 这药是雪云亲自熬的 不会出茶子 为什么有股甜心味 药方里面放了什么 殿下 这药 和您平时喝的一样 只不过 多了一味药业 药业 什么药业 是我臂膀上一块儿肉 好